今天是2023年的9月22号 最近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烙得很僵 互相驱逐自己国家在各自国家的外交官 并且加拿大也暂停了印度的签证的发放 所以看待事情烙得比较大 肯定不是只有杀死一个印度人 或者说杀死一个加拿大人 这么简单的事情 教派与教派之前 我们都知道政治它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噱头 那背后需要思考的是明年加拿大即将进行总理的大选 印度我们知道是新移民 在美国在加拿大都是排名第一的国家 甚至它的每年的PR的申请人数 虽然我们中国是排名第二 基本上相当于已经是达到中国的两倍了 所以无论是新移民的这个新增人数 还是印度人在出国以后在海外的这种团结 以及从英国的首相变成这个叫叫叫叫叫叫叫什么苏拉克 印度裔的苏拉克他们非常高调的去回到印度的良家去进行印度传统文化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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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拜 所以我们不能看出印度无论是对于英国还是对于北美的这个政治势力的渗透 所以这一次特鲁多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想很有可能是在背后印度的这种整个势力 他们导向保守党有可能对他明年的这个大选造成负面负面作用 所以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反制 那纵观我们看到印度和加拿大暂时这样一个签证暂停的状态 他会不会涉及到中国呢 那如果从大选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的华人在海外 由于特鲁多还是比较比较温和的一种或者说清华的一种态度 所以说他的这个总理的选票中华人的比例不少 所以呢无论是中国人杀死加拿大人这种事情如果再发生 我相信特鲁多不会暂停中国使领馆的去加拿大的签证 好的有更多咨询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促销产品 也欢迎您提供您的简历和您的英文成绩来进行评估 我们的客服微信18186129682 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和投资服务商 售目公司的企业愿景 欢迎您和我们联系 感谢收听 再见